开源的工艺的内生教育的操作系统 和自由开源软件 在台湾是在目前的情况 他会介绍一下 HOLTS和EVILITY 帮他做了一些工作 然后大家热烈地奉务一下吧 所以这里有外国人吗 没有 我们可以选择用中文还是英文都可以 中文还是英文都可以 汉语 少许的日文也可以 你要是讲英文 那个被个把关联的就好 好 我调一下画面 我今天大家主要会做些这一项 然后因为我们会场里面有Wi-Fi 对不对 所以今天里面有Wi-Fi 到时候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有开一些账号给各位使用 我看一下 那大家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开始了 OK 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专业 然后跟台湾的一些教育的一些城市啊 跟一些发展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OK 那我是Max Wong 那儿就直接叫我Max就好了 OK 好 第一件事情 那赶快讲一下 刚刚阿倫讲的是 葛纳的厂 大家修一下葛纳的logo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是来踢馆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OK 其实葛纳也帮我们很多事情 所以我现在有办法再次来北京 我上次来北京的时候是两年前 那时候是跟 正理大学 然后我们去内蒙古做自愿者的教育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大概没什么问题的话 可能10月份还会再来 如果OpenSUSE ASIA OK 好 那我是来自于台湾的NCHC 那事实上它是一个研究单位 然后我们主要大部分是做那种高级 不是讲高级的 重级运算 OK Custom 然后我是OpenSUSE的 Member 然后GroundAsia Member 然后GroundAsia Commit 但是这不重要 第一件事情 好 所以呢 这一两年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一两年 什么东西都要讲所谓的云计算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要搞云出来 教育云啊 储存云啊 什么云 对不对 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知道台湾夸张到什么程度吗 台湾夸张到 连卖房子上面就要有云 你知道吗 插插云 然后房子跟云有什么关系 以前那个卖房子不能讲云 卖房子讲云 觉得你可能要升天的 要回去 对不对 我现在台湾是很夸张 这是什么东西都要跟云扯在一起 好 然后那个 所以呢 在因为运动的关系 就会有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早期啊 我们在做教育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方式叫webclass 那什么叫webclass呢 就是导师们跟讲师们做一件事 就是他第一个主题 然后让学生怎样 去网路上找东西 对吧 所以教育的时候 这个在台湾我们就叫资讯浓入 OK 所以呢 就是在网上上去找一些教材 教案 或是一些相关性的 比如说open source education的这些应用程式 好 那有的东西挺不错的哦 给秀给各位看 那事实上这个是美国科尔拉多州的一个专案叫PHET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那事实上呢 它上面这些教育的东西 全部都是公共产 也是可以自由启用 然后 全部都英文对不对 很讨厌 所以呢 这边就可以点一下简体中文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边就会变成简体中文的方式 就第一个 然后呢 它是所谓的访生程序 那我们现在其实有在写说什么 比如说他可以去写HTL的代码这样子 那这边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 所以呢 如果说在学物理啊 或学化学或其他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网站上面 等一下 OK 可以去roll这个 那这个你会发现到 这其实就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 像如果一般使用者他去用的话 就会变他的问题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网页 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去实施的时候 他必须要Java或Flash 对吧 然后你各位都知道 去年到今年Java不知道改了几个版本 对不对 一直改一直改 改到后面那个user在改的时候都不知道到底他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有些网站上面有一些这些教育人一些软体的方式 他必须要Java跟Flash才可以做学习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呢第二个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这个其实还挺好玩的 其实我可以去点它一下 看有没有再让它跑出来玩一下 这个是HTN5的 这个是HTN5的 Diversion 所以你就发现 如果你要教那种力学 对不对 拔合的力 所以你拉上来 这边找个小人 然后开始 你就知道谁 谁拔的好 谁拔的不好 该找帮手 对不对 剩他来一起会来不及的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除了可能传统一些教学以外 你就会发现说 开始有这些网络的这些辅助的这些教程在上面 OK Fine Go back 好 然后呢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什么东西都发言上面的时候 那原本很多是很分散 还有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在台湾事实上有一个 有一个dispution 叫做EasyGo 那这EasyGo做什么事情呢 EasyGo其实我们收入了大概 一百多种软体 就是有关于教育方面的这些软体 全部把它放在一个dispution里面 还有三百多种 所谓的这种自由软体的教材 刚刚各位看到的PHET 也把它放在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理想 你会看到什么 你到时候应该教育 你可以看到物理天文数学啊 然后呢 自然诱教 连那个 那个一无字元小片的教材上面都有 OK 但是当你要这样推了 你就觉得不错 把这些东西 全部把自由软体的这些教育 全部集中在一起 然后呢 把它放在一片光链上 那这个要到高校去做推广的时候 各位觉得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他拿到这片光链片 里面有很多软体 一百多种软体 然后呢 三百多个自由软体教材 对不对 然后回家看着电脑 然后看着Windows 那大家觉得他下一步是什么 他说这个意思是 我回家先把Windows给载了吗 对吧 所以呢 一开始会发现说 有了这样的东西 就很像说 很多在推广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OK 那他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些事 那回到家的时候 他怎么是 他要把整个系统 把它给 Kill掉吗 也不对 好 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有在做什么事情呢 像其实我们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平台 蛮好玩的 叫做Chinese 那Chinese 如果听到Chinese 你应该又想到什么 Chinese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平台 我们集合了很多高校的一些 老师跟学生呢 去把 诶 那个KD来在不在 去把那个 去把那个格浪跟KD 还有一些自由软体的这些 英文的这些语系档 把它全部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我们在 事实上呢 我们在台湾有做这样的努力 我们把高校的学生 跟老师的力量集合起来 然后针对这些应用程式去做一些翻译的动作 OK 这我们所谓的Chinese OK 好 然后呢 我想问一下 这边有没有人用过Moodle 真的 太神奇 我今天果然来对地方了耶 Moodle是一个数位的平台 它可以把教案打包好上面呢 然后在上面呢 去把我们这些教案啊 影音啊 这些全部都放在网路上 所以其实台湾的高校 大部分的这些 不管是一般科 一般的学科 或是电脑学科 全部都是通过Moodle来去做 散步的动作 然后呢Moodle在2.0的时候呢 你开始 那我就了解为什么 为什么这边会出现这件事情 所以Moodle在2.0的时候 开始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们在Moodle2.0的时候呢 开始有做一个 Moodle番内 为什么 因为啊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instructor 你是一个教师 然后呢 你做了教案之后呢 你下一步你会想什么 你做完教案之后 你好不容易做个简报 你会在网路上把它分享出来吗 不会啊 不会啊 为什么 这就是教师自己的工作的努力啊 对对对对 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想到什么事情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 如果open source放在教育上面 其实我们有两句话 一个叫共创 一个叫共享 那为什么要做共创跟共享呢 很简单 假设我们三个都是叫国语文的 对不对 所以国语文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清单里面的东西嘛 所以假设你做三分之一 我做三分之一 他做三分之一 是我们的话就做完 对不对 就好像以前在学生时代 大家一起写作业写 部分作业都抄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在发语文上面 就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在2.0的时候开始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把教案呢 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其他可以分了两个类型 cause I can enroll in or cause I can download 也就是我可以做完一包教案 留两件事 我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我把它放在上面 人家把这个包放下去的时候呢 就直接可以在他课程里面 去把它直接可以做使用 如果我不希望人家把包下载下来 就是自己用的话呢 我可以要求 我可以等于是说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站 放在上面去 然后呢 他就来我的Mundo 然后呢 使用这些教材 不管是 不管是自由的教材 还是私有的教材 但是很好玩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所以 这边可以学很多条件 然后呢 如果我把语言想成中文的话 然后呢 再做satch 又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结果 全世界这么大 只有 我们如果选中文的话呢 不然台湾也不好 对不对 只有一个课程 有没有 我们可以抓得到 全世界这么大 那2.0那个已经推了很多时间 对不对 只能抓到一个课程 对 就是有一个Mundo网站 然后放在上面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什么很好的想法呢 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可以做一些课程 然后呢 当我做好课程的时候 有这样类似像搜寻一些东西 我做好一部分的时候呢 其他人看到的时候呢 他想可以直接使用 他可能有 就像oven source的方式 对不对 他做好之后呢 他就可以把它改做之后呢 改良之后呢 再放上来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个人到底做了哪些部分 对吧 所以这样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事情呢 力量会分散 你想想说 应该有劳作的力量会分散 对 所以呢 我一直想讲一件事就是 当我们在讲说云云云 一直在讲云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有一个想法 到底我们是在做 利用云是在做什么 在做集中 santral share 还是我们在做 vendal share 你会发现后面谈到云的时候 开始谈到什么 有些人用云 用什么云 用亚马逊的云 对不对 用微软云 对不对 或是用什么品牌云 可是你会发现 当用这样的云 你是不是用支援的想法 集中支援的想法来想说 你会发现说 很简单 Facebook有Facebook的使用者跟账号 Google有Google的使用者跟账号 对不对 可是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 这中间沟通的桥梁 没有 反而是造成什么 没有办法在教育上面产生 共创跟构想 对不对 OK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因为有云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件事 刚刚很好 那个阿伦就帮我讲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东西是树梅派 对吧 所以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台湾跟内地 有点差别 所以这边都很年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台湾 就是在不同的高校跟大学 我们就问高校的大学的老师 问他们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问他说 你们多久没有被那个家里的小朋友 或学生讲PC了 对哦 现在怎样 现在呢 小朋友啊 对不对 只要一回家 或是到外面馆子吃饭 你知道台湾的家长怎么样吗 台湾家长如果说 两夫妻带两个小孩 台湾家长坐定之后 他就会做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呢 他就会把那个平板和手机 乖乖放 说明请万用 真的真的 在台湾要辣小孩子 要让小孩子安静下来 就是最大的方法 就是把平板和手机拿出来 对不对 刚才播放视频 还是让我们玩个游戏 对吧 好 那 Rosby Pi跟这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像Rosby Pi 或是Android 不是有TV棒吗 诶 各位没有说到一件事情 在最近这些年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啊 我们的电脑萤幕啊 开始有一种 输入的端口叫什么 HTMI HTMI 你知道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回答 对不对 为什么啊 因为你想想看 以前的小孩子是啥 是用PC 接下来看看是用平板 然后呢 你家里现在有60寸的 大电视大萤幕 你觉得以后小孩子的 电脑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就是你家里 60寸的电视 对不对 他以后回到家 是用Rosby Pi 用他Android的TV棒 一插进去 他就跟你讲说 这是我的电脑 对吧 是呀是呀是呀 以后你的客厅就不是你的 对不对 以后你的客厅就是孩子们的嘛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以后的这些家里环境 都会在什么 都会在web上面 都会在web上面 好 所以这是 因为我怕今天没有网路 所以我这是做截图 所以我们在看 EasyGo 对不对 还有Moodle的Share 还有Rosby Pi 所以像Rosby Pi 它本身就是真的太杀手机 为什么这边有HDMI 这边有对 TV-In 对吧 所以你用古老的电视 用HDMI都逃不掉 对不对 知道你电视够大 都会被他抓住 这什么东西啊 这样我Lock-In 不知道 OK 应该还好 不是 我需要 我需要网路卡 你需要网路卡的 对 没错 没关系 我早就准备好一个 哈哈哈 OK 没问题 好 所以呢 传统的这种 传统这种电脑的方法 就是很简单 就是装完之前要准备 装的时候要做一道具东西 然后呢 装完之后呢 要上一些update 对不对 所以呢 在做交易转款 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我们决定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决定算了 我们就把它全部怎样 把它全部把它虚拟化了 然后把它放在余论上面了 所以呢 跟各位介绍 那我们的专案其实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专案是 摆着去open 用open source 我们是个open source project 那我们主要今天 我们比较喜欢放在教育上面 所以我也是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 我们中间的 hypervisor 我们用的是open network 它是有点像open stack 等下来我们的专案做一件事 就是做所谓的私有云 那这私有云就是 我们叫做ezyla 为什么叫ezyla 各位知道吗 ezyla就是用那个 这个用国语大概可以 可以 一点点tile 可以想象 一下就是很简单 就简单啦 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的server是 光链片摆进去之后呢 照安装 你只要按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就完成了 对 OK Walking install 好 所以呢 真实的电脑玩具 就会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会有授权的限制 可能会有一些PC的 一些能源的限制 这些东西 所以呢 你就发现说 哎 有太多限制就 就非常麻烦 所以呢 我们的想法是 我们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一个所谓的 虚拟化教室 所以我们就把 各个OS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档案 OK 好 然后呢 简单来说呢 使用者只要做什么事情呢 他只要前面有browsing brow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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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簡單來講,對你是一個系統管理者來講 你只要做一件事,你只要把關聯網放進去 你就可以做1,2 install,去把這個使用網站建起來 但是對於重點是什麼呢? 對於使用網站來講的話,它事實上呢 它有不同語氣的桌面 它就可以透過browser去操縱它的虛擬機器 而且大概以一般機器這樣串起來來講 建議的作為系統大概一到兩分鐘 OK,然後呢,我們可以support GUI 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support,等一下我一點點,VNC的方式 這是一個,然後VNC的方式還不錯 VNC的方式是什麼? 我找一個browser,我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open source的環境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這樣子 它就只有透過browser,然後呢就在上面操縱他的日常工作 然後呢,接下來就有第二個想法 然後想說,誒,可是如果萬一我要存資料怎麼辦呢? 有兩種想法 第一個,跟那些蛇像什麼呢? 像Drawbox有沒有? 透過語音,透過網路來去做sync 第二個呢,所以我們還有開發另外一個前端用spice Ray不是有spice嗎? 所以spice可以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串流會比較快 第二個呢,我們可以做所謂的USB的reaction USB的重導向 就是它在真實機器把USB插上去的時候呢 它會掛在什麼? 會掛在VNC上面 這樣就可以殺掉什麼的呢? 殺掉很多在學校裡面呢 被Windows綁住 可是又因為它的AP沒有關係 沒有辦法,又被綁住這些人這樣子 好,再回來 好,所以呢 但是我們這上面其實可以run Windows的喔 所以呢,它也可以透過遠端著名連線 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想想看這件事情 所以在高校裡面呢 所以要做什麼事情? 高校裡面高校的老師跟學員怎麼講呢? 他只要上課的時候說 欸,各位同學 打開你的瀏覽器對不對? 我們開始上課 下課的時候做什麼事情呢? 喔,關掉你的瀏覽器對不對? 所以這樣有什麼好處? 當他關掉瀏覽器回到家之後對不對? 他只要再把browser打開 他需不需要在他自己家裡面 重新建立那個環境跟軟體的動畫? 不需要 不需要 對吧? 沒有錯吧? 然後呢 我們也沒有必要怎樣? 我們也沒有必要說 去說服家長 或是說 欸,你必須要把你的Windows給幹掉 把它窄了對不對? 你才可以用這樣的軟體 對吧? 沒有錯哦 所以在台灣其實很多學校 他願意做這件事做什麼呢? 因為他們學校覺得 欸,這樣子我學校的附加價值就高了對不對? 你回到家裡面 不管你是平板 不管你是一般的PC 你只要有browser的瀏覽器 你就可以用到我同樣的交易環境嘛 對吧? OK? 好,所以呢 做個小demo 好,所以我們的服務呢 會長像這個樣子 我有開帳號給各位,我不要緊張 所以你們等下就可以玩了 我先開一般版本的給各位看 所以簡單來講呢 這個介面可以翻成中文、英文、日文 跟其他語言 然後虛擬機器 然後呢 你只要按建立 然後呢 給他的名稱123 OK? 然後給他的密碼 就是裡面的密碼 Top1 Security Word 然後呢 這邊就要選什麼? 欸,我要什麼版本 OpenSusan Windows We're bound to 那個 費到來也OK 就自己加就好 簡單一下 比如說 OpenSusan按建立 然後這邊他只要Renew 大概兩分鐘左右 機器就會被帶起來 然後他要使用的話很簡單 就按一下 檢視 我們自動就會自帶 所謂的未有VNC 那這個地方各位就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剛才提到的EasyGo 所以你就會發現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呢 這些自由軟體環境呢 他就可以從這邊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邊你就看到 這邊有些教育的一些軟體啊 不管是 什麼數學其他 天文地理這地方 我們就透過browser來做練習 OK 好 那 這樣的方式 有什麼樣的缺點 所以他們是因為 欸 這個是 這邊我是連回台灣喔 我是從這裡連回台灣 對 所以如果是在Local 或是在你們北京本地 肯定很快 我現在是連回台灣 連我自己的機器 對 這是我連回自己的機器 OK 所以這樣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小缺點 我說我們看他做這件事 就是 唉 會有什麼 會有那個老生娘說 哇 按建立 欸這什麼東西怎麼按對不對 挺痛苦對不對 我們台灣要做教育 他要做到 他跟人家服飾皇帝一樣 欸 這東西要把他做起來 欸那他該怎麼做呢 好 講回來 欸我小結束 好 所以呢這是我們跟 交通大學的合作案例 其實我們幫他架成70個note 所以他可以一次去起1000個bm 還是可以去起1000個bm 所以有大的規模的也OK 然後呢這是我們跟中央研究員合作的 就是有一些lab 像比如說你要去做Hadoop 弄雲資料的分析對不對 我們是需要master跟slap 或是很多的node 對不對 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建立 好 然後呢 欸這就很好玩 所以我們後來有發展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網頁上面 我們就做一台一台一台的這個 這個電腦 一個icon 所以我們唯一要讓這些高校的教師 跟學生只要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情呢 讓他點icon就行嗎 所以呢 也像這樣 這是我昨天錄的喔 欸從這邊要從哪邊出來 好問題 欸這台人在哪裡 好酷喔 欸好像有了 好像有了 欸有一下按下brain 哇謝謝 欸所以選到他要的位置 點檔一下 所以呢 有人的就是有人在使用 沒有人的就是這樣 Cone Available 所以這時候你就發現 剛剛我們後面做的一些 按建立啊 選作業系統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填密碼這些東西呢 就全部透過這樣的鍵 幫他帶過 所以使用者只要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情呢 他只要點在他黃金柚子 就好了 點檔一下之後呢 這些做一些 就直接就被帶上來 那帶上來 就可以做一些使用的動作 OK 好 今天的重點是要讓各位玩 OK 好 那如果想要當論的話呢 我們一再有光網 OK 所以呢 各位只要記一個很簡單的光網 是ezilla.info 我們有中文跟英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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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了這邊 各位就可以直接download 把ISO download下來 燒起來就可以用 沒關係 這個簡報到時候大會都會有 大會都會有 OK 我們在sourceforge上面有放sourcecode 然後呢 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怎樣 我們還有提供服務 所以這個服務已經弱一陣子了 就是如果要開研討會 不限定 等下開研討會 學校要辦收明會 然後要辦一些lab 就可以上去做申請 然後呢 如果我們的電腦的資源充足了 那我們就會在那一天 就像今天一樣 會開帳號給各位玩 好 所以各位現在是你的時間 你如果有電腦的話呢 你有平板 你可以試試看 各位可以連到 cabric.cnc.org.tw 然後呢 在這四天裡面都有效 在這四天裡都有效 所以回到家的時候 可以玩玩看 所以我開60個帳號 一個帳號可以開兩個code 可以開兩個vm 帳號是user01到user60 然後呢 80或是groundasia 因為我們現在groundasia的場所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們也可以在平板 好玩看 上面就可以去做一些建議的動作 然後呢 我們今年年底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到時候 還會去做 以前的app android的app 因為那個iOS要花錢 對不對 註冊花錢 有點討厭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呢 使他們能做什麼事情呢 使他們在平板上面 打開他自己的app 上面有vm 點下去vm就開了 好 我們今年主要做這件事情 OK 各位 這張最重要對不對 哈哈哈哈 OK 那這個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順便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 有一點小小的break 看各位對 這個iOS 這個project 或者台灣這些交易的一些 現況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要交流 你說 我想問一下 你說 那你這是一個獨立的公司是嗎 還是一個 我們其實國產公司 我們算是 我們是一個支援者團隊 或者是一個NGO 這樣 其實我們的title叫 在這邊講 好 我的title其實叫做 國家高速網路與寄生中心 在這個地方 不能講國家這兩隻 對不對 哈哈哈 台灣 所以其實我們算是一個 我們算一個裁判法人 但我們主要的 我們主要的 怎麼講 老闆 預算是來自於我們 台灣那邊的國科會 對對對 所以我們也是算是 類公家單位之類的 對 然後所以我們的team 全部都在做 跟oversource有關的 所以你的team 不僅會有一些經費上的支持 而且事實上 你的這個身份 這個背景也讓高校更容易接受 你們進來 也是 那邊也很容易接受 那邊有教育部的 蔡凱琳 是啊 這我們 我們就等於是類似像第三方 而不是 也不是像 比較不像像商業公司那樣子 那你們廣場的這些人 就都是open source的分別 就直接可以拿到他的收集 而且我們都會回饋到 我們都會retrain到 比如說open network上面去 對 那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最近就比如說 因為現在教育界 對於網路炒得比較火 是 這個一個是mooc 一個是翻轉課堂 對吧 那麼這兩件事情 這個 這個 或者至少在台灣地區 你這個 研究會大概是一個 好 兩件事情 我先回答你第一個 moocs moocs 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其實比較 比較推一個東西 叫做open course 那open course 跟moocs 有什麼不一樣 open course 是在課堂上 馬上錄製對不對 然後把課程開放出去 moocs呢 moocs其實對 所以 官僚 插了他 官家單位 是比較需要要求的 是需要為什麼 因為 moocs 你必須要註冊 你必須要在定點的時候 去上課 第二件事情 moocs上面的課程 未必是 息息授權 但是open course open course 它事實上是 都是息息授權 就是我剛剛我們第一次 在交流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今天如果我把這個 課程做好了 我息息送你出去 你就可以用了啊 那哪天是換你做好了 我用 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所以第一個 在台灣至少我認識的 可能會比較支持什麼 像 像比如說open course 或是像moodle 這種方式來做share 因為我們有考慮到 底層的那個license的問題 而且我們 有一個叫交通大局 台灣的交通大局 有做過一個統計 什麼統計呢 moocs的轉介率 到目前為止 大概是3到5%而已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其實 教育的一些所謂的轉介啊 翻轉啊 在利用 那翻轉教室呢 我們當然可以配合 像翻轉教室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還有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想想看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放到 欸 對不起天野調查一下 各位在學校裡面 有遲到過的請舉手 遲到 玩到 對嘛都有嘛 對不對 所以教育課程設計者 在做的時候 這跟翻轉教室 什麼關係呢 很簡單 就是我們每一個VM 我們可以建所謂的快照 Time Shop 所以我們在課程設計的時候 可以做一件事 做什麼設計呢 兩個小時的課 一開始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做個快照 到第一堂下 第一堂中堂下課的時候呢 做到一半對不對 我建個快照 第二堂結束的時候 我們再建個快照 所以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課程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上面有教案 對不對 有影音 然後我來講說 點個VM出來做實習 對不對 是空的 結果第二堂 開始的時候 有第一堂課 沒來的同學 遲到的同學怎樣 他就不用去補前面 這一個小時的什麼 直接進程 對不對 他直接開 中間 我已經中間有做好一些 champ point 對不對 打開他就有馬上 有實習的環境 然後真的很懶的話 我們說 唉 我不知道這做得 要長什麼樣子 我想先看看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先點什麼 已經完成了VM 那這個就是變成說 在翻轉教室的執行上 就是像這樣子 他在家可以先看過 比如說 成品 對不對 半成品 或是還沒有做練習 反覆做練習 回到課堂上面的時候 怎樣 才跟intrally 跟mental 跟導致怎樣 去做一些意見的反饋 或是一些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OK 那那時候 比如像這個 你們這個賬戶 因為我現在已經登上來了 是 你的這個賬戶是免費的嗎 就在台灣本地的大學學生 或者老師 他是免費使用嗎 還是 要購買 或者是 目前是免費的 對 而且各位其實回去還可以再申請 就是我直接在網上 對對對 是 我們連英文版都做了 當然 這時候我應該還過得去嗎 還過得去 所以各位也可以再記一個關鍵字叫 easycloud easycloud.ncc.org.tw 所以這上面就有個用戶註冊 大家都是 都是華人 沒問題 看得懂之後 可是就算 我看到 只要是華人 我發現華人有一個非常厲害 華人的英文的 英文的那個速度能力 一分鐘大概四五百個字的類 為什麼 因為每次啊 你看喔 這邊有一個用戶註冊 對不對 就regis 然後我們發的華人很厲害 也 哇 大概四百個字吧 我就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大家都是很好 對不對 是啊 是啊 不 care about that 我覺得每個人不管是中文英文 奇怪 幾百次就看過去 對不對 可以去申請一下 可以不可以 這個 這個 就是你給回來 目前是免費的 是的 那你這個如果比如說 現在需要不需要 簡體中文版的志願者 或者是就是 比如現在我們學校裡的一些課程 然後來借助你的平台 我們也做我們發布 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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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間也是 就是從網上直接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會提到我剛才講的 因為我現在是透過VPN 連回去 其實如果你們 本身這邊有 有本地的局端 其實對你們 大概可以用啦 對 只是怕那個網路的速度 受不了 那他可以建一個 印象的一個 其實很簡單 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只要把ISO放回去 然後其實可以 可以在你們學校 可以建一個 而且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直接找我 找我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招人嗎 蛤 招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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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中場之下才勇復 對不對 我帶了一個隨身碟來 好 欸 是因為大家說 都還要練習嗎 欸 我的時間到什麼時候 喔還有十分鐘嗎 唉呀輕鬆 OK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 就是很簡單 就是要各位去 玩一下這個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現在相關一些資訊 其實我都坐在slide上面 好 都坐在slide上面 有沒有什麼 跟台灣教育有關的 還是什麼東西 想要 想要問一下 可以嗎 沒有 我們還有禮品 大家跟你回事了 你們怎麼賺錢 我們怎麼賺錢 我們靠政府一樣 I should say that 因為一些開業者有家公司 它是靠提供服務來賺錢 對 完全靠政府 對 對 因為本身的開業者 是桌裡研究員 你們的驅動力 我就是因為興趣安好 嗯 對 We love We love Office 謝謝 謝謝 我的問題 其實跟它是關聯的 就是 你們怎麼被討論 或者你們 你們的目標 或者 你們的工作 最後 KBA是吧 特別好 或者做得不好 這個 因為我們本身是研究人員 所以我們KBA大部分就是像 比如說發表論文 The Army的論文 對 然後 當然也有一些 就是長官交辦的 要不要去做 對不對 中文不是有句話講 這不能錄吧 沒有沒有沒有 什麼三分準備 七分應付之類的 對啊 就是還是有些外部的 比如說 可能也是有些公部門 或是其他的這些 部門會有這樣的 比如說 因為現在雲很活樂 對不對 所以不只是用在教育雲上面 其他的其實 其實因為我們主要分析 只是放在雲上面 對 而且我們主要分析在教育上面 但是其他有的 他可能不是教育單位 可是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這種 不用錢的 雲的Ice Infrastructure of Service 我們設立一個非常好的Solution 對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跟各位報告一下 比如說 他們可能找某業者 對不對 A業者 對不對 好 一天換算下來 可能就兩百塊MNB 這樣子 如果租個VM的話 可能找我們 他們只要有自己的機器 他們就搞定 對 但我覺得這就是 開源 開源這次的好處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就是 有這樣的人 剛剛有講 我覺得我們這個扮演角色 也挺不錯的 反正我們就是 在看這些東西 回饋到 原本軟體的上游 然後回饋給教育一些 我覺得還蠻異議的 對 那你以為有一個政府背景 會不會 局限在台灣做的那些事情 還會不會 其實不會啊 對 你看我還是站在這裡 你知道 大多鐘本 對 這個不會 這真的是OK 對 我們既然會回到上面 我們其實真的沒有預設立場 對 而且其實我們 死不相瞞 我們今年有跟香港的那個 什麼學院啊 開副書圈 開副書圈 永光書圈 永光書圈 我們有建一個MOU 對 所以只要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 掐採接受的部分 有問題 這樣 我很喜歡來北京 哈哈哈 Max 請說 有個問題就是 台灣那邊的學生 參加Google Summer Code的人 多不多 咦 旁邊有一個啊 哈哈哈 其實不多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就是 我今年跟未來的目標 去年有49個 Google Summer Code student 全球有49個 Google Summer Code student 去年大陸有75個 OK 那 按照人口比例來說 台灣已經很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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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大家的 等口比例來看 眼睛眨一下台灣人就不見了 對不對 我知道 這沒有問題 但是我想要講一次 在Asia這邊 Google Summer Code student 有絕大部分都是 考慌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一年有200多個 對 那就變成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 我覺得 我們希望在今年的後面 跟明年 我們要注重就是 Google Summer Code 跟OPW 它事實上呢 就是在 我覺得在項目上的 推廣的資訊 我覺得 並不是我們 中國人做不到 可是我覺得 我們就是那些 怎麼樣取得項目 這個可能就要叫 陳月出來分享一下 陳月 他們參加 做哪些項目 你有沒有 印象比較深刻 呃 像 廷偉他是把那個 他是把那個 他把那個 PODING到 BSD上面去對不對 那不是 魔術 那是 那是什麼 那 只是 就 你看 你看他做的項目太多了 那自己都想不出來 好 他也有 speech 對 我覺得 真的是 我覺得 雙邊 可以再多很多 我講真的 我發現最大問題是什麼 最大問題是資訊不夠充分 我問他說 你怎麼拿到的 他說 學長告訴我 那我就想吧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中學長對不對 嗯 對吧 真的啊 我覺得是資訊 資訊 資訊的不對的 那像 伊利拉這個平台 是 現在 受眾 受眾面有多廣 如果通過伊利拉這個平台 來 推廣Google Summer Code 會不會效果很好 呃 我覺得 以前是一個 但是 我覺得他可以 看你怎麼去應用 我去年有 challenge過一個 趣味比賽 他叫做IT鐵人賽 不過剛好網頁打不開 什麼叫IT鐵人賽 在台灣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你每天要寫一篇 有關資訊的blog 你要連續寫30天 不能中斷 我去年就靠這個 大家都會說 啊 挺好的 你知道我太太說什麼嗎 明年還是不要參加好了 我不該你們 你們試試看 一天寫一篇 三十天不中斷 這會要命的 知道嗎 這真的會要命的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這真的 真的挺不錯的 一天寫一篇 你就想 一天寫一篇Ninus 一天寫5pound 對不對 連續寫30天 不管刮風下雨 有沒有參加婚禮 或什麼東西 對不對 12年以前都要summit一天 我覺得挺棒的 我們的平台就算那個 對 但是我覺得 我們只是infrastructure 對 所以我們覺得看怎麼用 像EasyGo就是我們很好的content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要 要有infrastructure 但是重點也要有content 對 那重點怎麼用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這個平台的用戶量有多少 我們這平台嗎 對 呃 我們這平台的用戶量 其實我們沒有非常認真去統計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平台 我們剛剛看的EasyGo 是我們自己中心架的 因為其他還有一些大學們 那我們就不會去 欸 你架了多少人在用啊 對 對 所以其實 我們光就我們自己的 對對對 那只有我們沒有特別去統計 為什麼 那我跟各位 跟各位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加這個平台 因為我們要證明一件事情 開源的軟體 也可以走正式產品的服務 對吧 對 一般你跟老闆講說 欸我要開源軟體 他會跟你講什麼 開源軟體 產品化了嗎 有人負責嗎 撐得住嗎 對不對 是啊 我們就真的把它撐住啊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其實底下的機器 我們就去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brain 用刀鋒 然後我們就把它架成一個 很正規要跟產品要用的東西 然後提供 對啊 甚至有些 有些那個 緩存啊 我們還很奢侈用SSD 誰說開源軟體要很貧窮 誰說開源軟體不以後 高規高端的方式來進行 對不對 我們就堵這口氣嘛 對不對 是吧 你們整個這個團隊 一年連你們的 硬件和軟件的這種 就是購買的費用 在你的人員開銷 全部都算下來 嗯 一年大概是多少 其實我覺得可以不用這樣算 很簡單 我會舉個例子來講 現在台灣少子的話 很嚴重 就是很簡單 台灣的學校 它30個人的電腦教室 做不滿 好 那很簡單 他們就做一件事 30個人的電腦教室對不對 它是把其中五六台 現在的PC 如果買什麼i5 i7的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插到16G的RAP 他們在做預算評估很簡單 我教室30個人對不對 我只要有一台PC可以插到32G 一台肉給1G 我就提供30台 其實在硬件上的預算其實比我們很高 就像它這個PC是常天開著做你的一個VR 對 對 而且我們還有另外一招是什麼 我們還可以做所謂的DiskLess 就是無碟模式 就是我們只要有一台Master 其他Slave就是晚上 或是不提供的時候 它只要當Container 把CPU跟記憶體貢獻出來就好 就是不用去壓榨它的那個 對 Honeyware Shutdown 對 有些Mode可以這樣做 還可以插比特幣 蛤 還可以插比特幣 沒有 現在比特幣應該不賺錢了啦 還沒準備 還沒準備開始插 覺得好像好像要走了 你們有沒有做過你這個EZilla 和這個現在的Ibu分圖 就是Ubu分圖 不是有一個分別叫Ibu分圖嗎 就是這兩個你們有沒有做過分別 我們倒是沒有比較 可是我們有跟我們有 我講一個非常簡單的比方 你可以把我們想像 想像的是什麼 想像的是免費的VNware VNware的V Hypervisor 再加上VCenter的部分功能 所以這樣就清楚了吧 也就是 請說 去拿OpenStack 我們是OpenEvra 對 一樣 很類似的東西 可是 也順便 歐洲用OpenEvra 美國用OpenStack OpenEvra OpenStack有七個專案 你光把OpenStack架起來 你至少要三台機器 對不對 所以你在Hardware Spec上 就會被極限住 對 我沒有的是OpenEvra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講好了 你如果做微軟的AD 你真的做到AD 這麼多功能嗎 我覺得做不到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是因地制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高校來講 中小學來講 它可能一台機器 用OpenEvra 或兩台機器 要做起來 那不是挺好的嗎 用OpenStack 你至少要三台機器 你看 你把Swift Nova 弄起來 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說 對學校的門檻來講 太高了 如果用OpenStack 可是 各位各位偷偷的報道 我們其實 有用 我們後面有把OpenStack的一個東西整進來 Swift 然後Swift 來做什麼事情呢 當然我是VM跟VM中間的Share Folder Share Storage 對 是的 好 因為我的生命已經到了 所以呢 在這邊 謝謝各位